大家好,我是热点观察员魏清 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热点会 岛内疫情持续扩散 民进党当局的口罩配给措施饱受质疑 目前,本周岛内口罩平均日产量达1700万片 台经济主管部门表示 将再向民间征用22条口罩生产线 5月中旬,口罩日产量可达1900万片 不过,尽管口罩产量逐渐增加 但民众配售的额度却没有增加 岛内目前规定每人14天可购买9片 对于民众希望能够多加一片的诉求 疫情指挥中心断然拒绝 陈时中大言不惭地表示 民众配售每14天超过9片是浪费 民进党当局一边到处送口罩 另一边对岛内民众斤斤计较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痛批道 口罩都可以捐给外国了 为什么民众还是在苦苦排队买口罩呢 尤其天气越来越热 太阳底下排队很折腾人 若防疫真成功,让人民有感 先从口罩解禁开始吧 疫情爆发以来 民进党当局不断自夸防疫得当 不过在岛内防疫有成的幻象之下 却暗藏着种种骇人听闻的肮脏手段 纽约邮报25日以封城后的生活 电子监控、罚款与强制性口罩为提报道 文中提到 台湾是全球少数维持经济运作 和人民工作的地方之一 批评台湾的防疫作为专制 几乎岛内每个人都被追踪 对于这篇文章 民进党当局的反应十分激烈 声称纽约邮报没有查证事实 说台湾防疫专制不能接受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反应 有台湾网友调侃道 纽约时报要花钱才能帮台湾出声 纽约邮报没给钱 所以说出不能说的事实 也有网友讥讽道 民进党网军快出征 还有网友直言 自从民进党执政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专制、威权、独裁 没错啊 虽遭美国媒体批评 但疫情期间 民进党当局仍高调清美抗路 不断抹黑大陆 操弄岛内民粹 挑动两岸对立 台湾中时电子报社论认为 民进党当局沉溺在防范新冠肺炎有成 以及美国友好的假象之下 未能体察国际局势快速转变 风暴正向台湾袭来 台湾被捆绑在美国的火战车冲向大陆 民进党当局应该好好想想 究竟是带领台湾远离战火 还是推向战火 520就职演说是最好的机会 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把话说清楚 不要当反华势力对抗大陆的棋子 28日 太阳花运动的头目魏阳等人被改判有罪一事 也受到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 对此 国民党发言人洪于倩表示 魏阳等人煽动蛊惑群众 违法事实明确 因此 国民党肯定二审法官做出的明智判决 台湾前行政机构负责人江一华也强调 323岛内学生团体攻占行政机构 不是和平示威 正义经常迟来 但不会不来 台湾媒体则对审判结果评论道 太阳花以暴力方式攻击警察 霸占行政机构 占领立法机构只是表象 本质是颠覆国民党两岸和解路线 如今 破坏公务 获判有罪 但颠覆两岸和解 升高两岸战争风险的责任 仍然无从究责 此外 高雄霸函团体 日前在中正和平路口悬挂的霸函广告牌 遭检举是未经许可的伪装建筑 高雄市府发函通知霸函团体 限期拆除或补办程序 因其未在期限内补办程序 所以将会拆除 高雄市府表示 一切依法行事 请特定团体 不要把自己漠视法规的错误政治化 法律不因政治诉求而拥有特权 好 今天的颠岸热点会就到这里 接下来 岛内舆论热点如何演变 让我们一起保持关注